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進入第三章 功與能量 那首先呢 我們要回顧一下我們之前學過的 回顧 第二章學的力 作用一段時間 就是充量 充量就是 物體動量的變化 那這個是 一種觀點 物體運動的一種觀點 就是力乘上一段時間 造成運動量的變化 但是後來學者發現 可以用另外一種觀點切入 就是能量的觀點 我們在之前學動量 是因為後來學者發現 動量是一個手橫的量 它可以在合力為0的時候 系統總動量手橫 那又有一派學者 發現從能量的角度 來描述物體的運動 在某些條件下 也會有力學能手橫 那甚至後來發現 也有電能、光能、熱能 各種能量 整體而言是手橫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要 從能量的觀點 來認識物體的運動 好那 剛剛提到 力最後一段時間 它是使得動量變化 那 這是回顧 那今天的重點是 力最後一段位移 而不是時間 力作用到位移 就會造成 能量的變化 這個W就是做工的英文 Word 好的 那麼 力、捍衛以做內積 就是做工的定義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定義呢 我們來感受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定義 我們說做工可以造成能量的變化 後來有一種能量 叫做重力未能 那 做工它可以讓重力未能變化 例如說 抬高重物 如果今天 有一個 12公斤重的東西 那我想要把它抬高 3公尺 那可是12公斤太重了 12公斤重好重 手抬不起來 那有什麼好方法 可以 容易把它抬高3公尺 比較省力的方法 沒有錯 就是利用槓桿連理 國中學過的簡單機械 等級到槓桿連理 如果我們今天準備一個 1比2 的槓桿 那這個腳或是手 在這裡踩下去 那我需要把它升高3公尺的話 我這個1比2的槓桿 這邊就要下壓6公尺 可是呢 我會比較省力 這時候我下壓的力 就只需要多少 1比2 輸的力就是2比1 對不對 所以這邊就會是 6公斤重 然後它就可以升高3公尺 這個底下就是要往下壓到 底下 假如說它不會滑掉 不會滑掉 那往下壓到6公尺 出6公斤重的力 就相當於可以把 12公斤重的物體抬高3公尺 所以 人們隱約 在當時 學者有感覺到 隱約感覺到 把力乘上位移 好像可以代表一個物理量 那這個物理量 它可以是 小小的力乘上大大的位移 那也可以是 大大的力乘上小小的位移 那對應到同樣的量 同樣的量 那 除了改變位人之外 我們在認之後呢 會介紹它可以改變動能 做工也可以改變動能 如果今天不是抬高物體 而是 在無摩擦力的水平面上 推物體 物體會加速或減速 如果物體像我們衝過來 我們阻擋它 它會減速 這樣叫做改變動能 那到了我們第四章呢 還會介紹氣體的熱脹冷縮 氣體的熱脹冷縮 也可以用做工來描述 那個時候 做工改變的是熱能 像我們去 打氣 這個輪胎打氣 打一打的它會變熱 因為有對輪胎做工 好那麼 我們先介紹一下做工的公式 根據這樣的一個感受 歷程上位移 它就可以這樣定義 首先 沿著位移方向的歷 才有做工 如果今天歷是斜的 那我們就會把歷做分解 那只有沿著位移方向的歷 才是有做工 因為像我們這個 如果你不是往下壓 而是往旁邊推 因為不可能把東西舉起來 對不對 所以 你要往下跟著位移 同方向的歷 才可以有做工 那做工的定義就會是 就是 歷爾等於歷和位移的內積 因為這樣的話就是代表 把歷投影到位移上 把歷投影到位移上 直取跟位移平行的歷分量 那它就可以寫成 Fcosθ 或是也可以寫成 F乘上 那這兩個分別對應到兩種常見的歷型 那這兩個分別對應到兩種常見的歷型 第一種是拉形體箱 好,諸位移如果向右 然後 立以如果向斜上方 這時候我們會分解這個歷 這個歷就需要投影過來 立和位移的夾角 θ 投影下來這個歷叫做 Fcosθ 這對應到上面這個 但也有另外一種提形是 斜坡 斜坡上呢 如果是 通常斜坡上會有重力 那重力向下 可是位移向斜坡 那這時候我們會比較方便的是 把位移投影到立上面 好,這一塊呢 就是 黃色這一塊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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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cosθ 然後這個角 然後這個角就是 位移和立的夾角 所以 我們把這個內積的cosθ 分配給F 讓F做投影 或是把 cosθ分配給 讓位移 讓位移做投影 都可以得到一樣的結果 好的 那麼 接下來是 那個cosθ 它就會有 大於0 小於0 和等於0 三種情況 首先是 首先是 θ大於0 大於90度 大於90度 小於90度 首先 θ小於90度 這個叫做 Fbcosθ 會大於0 這叫做做正攻 那如果是 那如果是等於0 的時候呢 那就是 cosθ 等於90度 cosθ 等於90度 的時候 立捍衛垂直 垂直的不做攻 垂直的不做攻 那再來就是 θ大於90度 的話 成頓角 那F就是做 復攻 所以 內積是一個純量 所以這個做工呢 是純量 但是它的正負 代表的是 能量的增減 而不是方向 正負是能量的增減 所以 最後呢 我們要介紹一下它的單位 我們還沒有介紹 做工的單位 各位同學 高一有學過 國中有學過 請問 做工的單位是 交什麼啊 沒錯 就是交耳 代號J 那它就是 立的單位 乘上位影的單位 牛頓乘上公尺 公尺 這就是 交耳 但是呢 稍微補充一點 牛頓乘上公尺 也是力矩的單位 對不對 因為力矩也是力 乘上利弊 但是力矩 力矩的單位 不是交耳 只有做工的時候 存量的時候 做工的單位 只是交耳 而力矩是有向量的 力矩是向量 它的單位不是交耳 好 那我們先介紹到這裡 謝謝同學